你们在一起会讨论业务吗 歌曲上面会 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年 刚好我们俩是唱 我那个《信仰的光芒》的时候 那我们也会 因为有声部嘛 然后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交流 但是生活当中我觉得 交流不多 对 其实我了解你最早的时候啊 是在有一次我们在北展的时候 宗盛中马老师在录完节目 刚好去录节目的时候 我也录完了 刚好要走的时候 坐在车里等什么来着我不知道 可刚好就在车窗外面 看见你推着一个行李箱 帮宗盛中马老师推着行李 从那个台阶上 然后推着行李以后 你把车给倒出来 然后让坐到车里 然后撞行李 然后没想到宗盛中马老师 在录节目的工作的时候 你完全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助理状态 助理的状态 放下自己就是那么个孝顺的那种 我从表面上我一看 我就觉得哇 扎西太优秀 还有一个我觉得 她是一个宅的人 如果身边了解的人 她应该都知道了解她 她应该是一个 我觉得是会给女孩子安全感的男生 其实我们俩性格特别像 她还跟我真的是挺像的 就是我不说话 她比我话还少 你生活中也这样吗 我生活中对 我觉得身边的朋友啊 就是大家知道了 像云飞哥 还有其他的一些 许子文老师他们等等的 就基本上生活中就没有怎么聚过 就是这种 我们工作结束以后 包括扎西 我们工作结束以后 扎西基本上每次都说 我走了啊 好 我走了再见 走的最快的那个 拜拜 拜拜 我结束了 我再见 就是这样 那就是我们三个 差不多是一个幸福 我生活中的不怎么说话 我也愿意在家待着 但我觉得特别高兴的是 就是你们这一代歌手 其实现在成了中间力量了 你是那个家务好男儿出来的是吧 对 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呢 其实真正我觉得还是要感谢 就是后来来到北京以后 央视给了很多的平台 对 让我们的少数民族歌手们 有了一席之地 对 让我们能在一个 很好的一个灯光和音响 各方面配合的 这样一个效果的舞台下 去完整地展现自己 但是有时候就没有机会 你说让我们自己这个台唱 那真的也唱不出那个效果 是 我确实是特别感谢 特别感谢 是的